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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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空間中的表面外一點 在表面上的側一點 它的錯標是什麼 假如說一個表面是 Ax加V2加C加0 但它在表面一點加S0Y0之0 這個點在表面上的側一點 比如說這裡 也會表面在側一點 它在表面上的側一點加H 那這個H的 處理表面會長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S0Y0Z0 去解掉A倍的T0 B倍的T0C倍的T0 這T0是多少 T0其實是能源 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這裡沒有根號 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分之Ax0加V2加C0加Z 這裡也沒有解決指導 那我們要來證明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平面的把向量 就可以當作這個DH方向的一個方向向量 那平面的把向當然是ABC啦 所以它是這個直線DH的一個方向向量 那直線上有一點有一個方向向量 可以寫出上面任何一點的這個參數式 也就是說我可以寫成這個 檔案寫成X0加上ABC啦AT 再加上BTC加Z CT 那這個T是屬於R的 那因為H是平面上E3 所以它代進去平面E要等號稱 代進去這個方向的號稱 然後我們就把它代進去 那代進去就是A乘上X 就是X就會讓這個S0加A等於H 那B乘以Y 加一個叫PT C乘以Z就是Z0加4 然後加上Z 好那 那這樣子的論壘 變成A0A0T加B0T加西平方T B就是出來 A0T加西平方T 等於T 那等於多少 這個把它移過去 X0就是移過去的負 等到右邊 2A6X0 減B1A0減CZ0加2C過來 這邊減出 好 那所以你可以把這個T把它解出來 這個T就等於 移過來 A0T加B0T加西平方T加西平方T 就是負號我把它提出來 就是AX0加B1加C0 加上Z 像剛才把這個T0帶到這個 屏面 這個就放成4 然後這裡就是他們的引發 那 我們在這個T就等於負的T0 也就是說 這裡電話是T0 T0就是A0加B0 或是C0 方分之 這個 AX0加B1加C0 那 那 T等於負的T0 當然T0也等於負的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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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原本的這個T 就給我寫成負T0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S0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S0 所以我們H0就會長的 X-A0 X-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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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稱點叫做P0 也可以知道它的錯標 就是P0 這會回一點 P0就是對稱點 P0對面一的對稱點 那對稱點是什麼呢 當然是減掉一倍的AT0 那P0就長這樣 那這邊就再多減一倍 就減兩倍 那P0同樣是這個 那我們來證明一下 新生證明很簡單 就是說你要求這一點的錯標 所謂錯標就是它跟原點 之間產生的向量 O P0 抱歉這裡 如果用P的話 就是P0就好了 用P0也可以 符號有點混亂 不好意思 用P就好了 就可以了 P1是長這樣 P1是長這樣 那 O P0 就是P0的錯標 就是偷一點的錯標 那偷一點的錯標 就是P0減掉的1000 所以就是P0的錯標 O P0就寫成這樣 O P0的錯標 就是O P0向量 好 那我們發現 這個P0 O P0可以用什麼 比如說O點 直接拿O點 O P0 O P0 就可以用先O走到P P再走到P0 對不對 所以 可以寫成O P 然後P走到P 可是這是對稱點 所以這兩段一樣 所以其實 就等於兩倍的PH 等於兩倍的PH 那PH是多少呢 PH P也最多H 最多都會有 所以PH向量的話 就是H-P H-P 這個解掉它 那也是你管你自己頂多下 而是POO的AAP0 POO的BT0 POO的CP0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 POO的AAP0 POO的BT0 POO的CP0 那你把它撐起來 不就已經變成兩倍 就把它撐起來 不就是撐兩倍嗎 那不就這個 好 就這麼簡單而已 這樣可以嗎 你幫你 沒有 那哪一個 這個 這個